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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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鼓神射手 索马不利手 大家好 我是神准赢家杨绍凯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三 很快的 这个月又过了三分之一 那这个大盘 今天又是一个上下区间震荡 那最低曾经跌多少 217点 那最高涨140点 那上下震荡的幅度 加起来又是300多点 那我跟各位讲过 这种200点到500点的震荡 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今天这个大盘 目前在2万4 2万4一趴就240点 那今天上下震荡的原因怎么样 当然不外乎 跟台积电有关系 台积电最低的时候 来到1015 然后收盘又收上来 那台积电的震荡区间 30点 30块 30块的话你去换算 1块钱大概8点 30块的话就是240点 所以啊 这种震荡它会成为一个常态 那当然讲到台积电来说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说 台积电目前在1000块以上震荡 包含怎么样 包含我盘中在飞凡 今天是在90台连线的时候 主持人问我 台积电这个1055块是不是高点 当然也不是高点 今天目前来看就是维持在1000块以上震荡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台积电很好 但是我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有两档股票它的爆发力怎么样 会更强 那再来的话就是金门大跳电 重电该选哪一档 那重电我们从近期来看 它是有顺序的 这个顺序怎么看 我们等一下告诉各位 预估这几天 这上个礼拜跟各位预告的底部的股票 今天涨停 那不是要跟大家强调涨停 今天股票涨停的 我们看一下 也48档 那这里面有两档是我们的 一档是你知道的 一档是我邀请你一起来布局的 好 那我告诉各位 我们要的涨停板 那没什么了不起 我也不是要告诉各位说 我们买的股票一定涨停 我们要的是什么 如何从接下来不断冒出来的机会 你去好好的去把握住 好 那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发福利 发什么样的福利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预告 大盘没什么好讲 我昨天就跟各位讲过了 我说大盘 只要看台积电就好 其他都不用 台积电 下个礼拜18号要法说 你认为法说之前会大跌吗 我认为应该也不会 其实大家很矛盾 我其实现在市场有一个现象 就是普遍大家很矛盾 行情涨到两万四了 你又怕拉回 好 那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台积电你认不认同 认同嘛 对不对 那你认为台积电涨完了没有 没有嘛 如果真的有拉回的话 台积电是不是有买点出现了 对不对 你就有拉回好的一点的买点出现嘛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今年的4月22号 740的买点是我预告的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没有大盘拉回的话 你怎么去买到这种位置的买点呢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如果说你现在怕大盘拉回 你是不是很矛盾 还有大盘会不会拉回 大盘拉回台积电买点出现了 你有什么好怕的 你也不需要怕啊 那台积电在下个礼拜法说之前 你认为会大跌 我认为会大跌的可能性也不大 因为市场大家都看台积电 接下来法说有什么样的讯息嘛 是不是 所以说啊 你不用去管大盘会不会拉回 还是那一句话 这里怎么选到好的股票 行情还没结束之前 赶快去布局就对了 这是比较重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震荡最低来到多少 23682盘中一度下跌217点 那我说过了 我说过了你只要怎么样 加我的LINE 我每天会告诉你怎么去看行情 日内的短支撑23610点到23630点附近 今天最低刹下来也来到多少 23682点 也没有跌破支撑啊 那较大的支撑怎么样 较大的支撑还是在缺口嘛 对不对 整个趋势没变你就不用想太多 那今天加我们LINE 这个加LINE都可以去点击 我们主页贴文你都看得到 那当然不是这个 这个只是教你怎么去看行情 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 要邀请来大家有福利哦 神准的LINE有优先权 我第一次举办免费什么什么的活动 明天正式开放 那今天加LINE 加LINE小老鼠 RICH899 拥有优先的报名权 我有一个活动让你优先来报名 提醒大家我们的LINE 有一个这个都是假的 不要看到我头像就真的 唯一的官方就是小老鼠 RICH899 那再来YouTube的话 盘后会有一些短影音 叫大家看盘 包含怎么样 我跟各位预告 下个礼拜开始 每天都有直播 除了这个节目之外 还有另外的直播 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帮大家去解决一些问题 做双向的沟通 包含怎么样 包含提供给你选股方向 所以没有加LINE的 没有订阅YouTube的庭报的 赶快小手拿起来 小手拿起来怎么样 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好那再来直接进入主题了 台积电很好 但是这两堂股票爆发力最强 黄仁勋在六月份来台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张地图 对不对 他在台上演讲的时候 背后就一张地图 那些都是台股的供应链 那其实黄仁勋 把整个台湾的AI的供应链怎么样 哪一些公司有机会 点名了四十几家公司 其实怎么样 方向都给大家了 那黄仁勋给的方向有没有错 没有错的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 我们不要讲说小型股 光泉值股的部分 我讲说比如说台大电 创新高 台积电就不用讲了 台积电创新高 不用讲了 对不对 广达 创新高 是不是 他给出的方向都没有变 也没有错 那我也告诉各位 这既然里面 它已经提供你方向了 那接下来谁会伸出呢 还有嘛 一定还有嘛 那今天我认为怎么样 假设广达能创新高 台达电能创新高 昨天我跟各位聊技嘉嘛 今天我要跟各位聊哪一档 聊这一档也在这里面 昨天我跟各位聊什么 我跟各位聊技嘉 今天我要跟各位聊华硕 那华硕我们不是第一次操作 华硕是这一趟算起来算是第三趟了 第一趟是在去年 去年赚了我们就不讲了 那今年首季来讲的话也不错 那最重要下半年 现在我们就进入下半年了 下半年它开始会进入一个成长的周期 那今年啊 在笔电的销售 AIPC的比重啊 它的占比啊 已经超过多少 已经超过五成了 这个啊 所以下半年华硕 在那个销售的笔电啊 那配置配置这些 NPU的AI加速器销售占比 也会拉升到两位数 再会进一步去推升什么 推升ASP 平均售价 那整个六月营收来讲的话 华硕也是月增38年增21.8 这是基本面 那技术面怎么看呢 技术面4月份 当时我们跟各位讲过 4月22号的时候 我说这个是长线一个大底完成 各位 华硕的4月22号的低点在这个位置 当时我们在这里做一趟 在这里出一趟 出一趟 在这里做一趟 在这里出一趟 这个我都讲过了 那当时出过了 我也跟你们讲过 你只要是老朋友的 都是进 我也跟你们说过 我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它要出现一个整理讯号 它这个打到这个位置 它谈起来表示什么 表示它要出现一个整理讯号 就是说反弹后 未来几天持续修正几率比较大 我们手中止股 收到讯息前 速卖出获利回收资金 在这一天 还创新高 又往下整理 那整理到什么时候呢 整理到 这个礼拜 我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它整理结束了 那为什么我认为它整理结束呢 很简单 来各位 我教你一些 怎么去看行情 第一个股价我们 现在它已经除完全填权了 对不对 没有还原填息也好 还原也好 怎么去看 这是除权后的一个走势 它是除权下来的 那除权下来的话 各位很简单 这个支撑它有没有跌破 也没有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还权回去的话 还权回去的话 这个支撑也没有跌破 了解吧 所以说它回撤完之后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它往上去做一个填权 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低点是出来了 这个叫做什么 想不想学 看我的节目就有这个好处 它这个下来除权之后 马上填上去 这个叫向上补空 那向上补空的话 表示这个低点是低点已经确立了 既然这个低点是低点已经确立了 这里就可以买了 这大家回来这一天也可以买 那我们选择在哪一天买进呢 我们选择在7月8号 我的抗讯都很清楚 你不要看到图 你看 我给你讲的一定有抗讯 这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助理前几天还跟我讲 老师你真的很辛苦 你都用绩效在拼 在拼人家还要怀疑 到底真的假的 我说人家怀疑很正常 因为他们过去参加的老师 可能一张图告诉你 我看好这一档 对 他看好的没错 结果上去了 有没有买 没买 他会觉得会被骗了 但是这种事在我身上 有没有可能发生 绝对不会发生 你放心好了 所以我这么说吧 你们或许在看很多老师的节目 当然你要参加谁 那是你的权利 我没办法去决定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各位 如果你有在考虑其他的老师 你一定要来找我 因为我是唯一 我敢肯定的告诉你 唯一不会让你后悔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我的很多的家族成员 都是从其他老师参加之后 觉得跟想象中不一样 或者被骗了 或许怎么样我们不管 过来的 那来了之后呢 续约升级续约 这个就是为什么 如果说你有在考虑 在参加老师 在很多老师里面选择 你不用怀疑 你也不用选择 我绝对是你最佳的选择 你不要多走一趟冤枉路 去浪费钱 然后去参加了 才是在后悔 后悔你选错了 我这次我只能提醒你 那我们抠讯在这里很清楚 我们这一天买华硕 我们是把这个雍智科卖掉 卖掉去把它转进来买华硕 在7月8号这一天 那这一天买是买在481块左右 当天打下来买的 那同一天 同一天 雍智科 雍智科6683 这一天打下来 打到我们的防守价 我说过我们都有设定力防守价 我们从273块买 买到卖出的那一天是卖在398块 我们也没卖在最高 但是我们赚了45% 赚了45% 然后来买华硕481块 那各位你可以去做一个比较 我们当天是卖在398块 没有卖最高 当天是收市09 因为它打到了我的停力 那这个雍智科目前还在413块 今天也没涨 但是华硕呢 从同一个位置 你可以去做比较 7月8号 6683的雍智科 现在在这里 那华硕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那会不会过这个高点 我说一定过的啦 广达过了 那个 那个广达过了 然后台大电过了 一大堆都是AI产业相关 台湾供应链 灰达供应链的龙头 都过了 对不对 那华硕会不会过 华硕也会过 这是 那当然不是 我们不是只看到这里 我说过了 你只要是底部形态的话 我4月份就讲了 它这是一个长期大底 那既然长期大底的话 表示什么 它这个高点不是高点 那这个高点不是高点 后面的空间是有的 所以我说 如果你想买台积电 又不敢买 因为已经1000多块了 你买不起的话 两个选择 第一个华硕 华硕你一张 台积电买一张 可以换两张华硕 华硕今天涨的也不会比台积电少 华硕今天涨4.4% 台积电今天涨0.48% 这是同样一笔资金 我们去布局好的股票 那能产生的效应 谁会比较大 我认为 华硕有可能 比台积电还大 不信我们来拭目以待 好不好 我们用时间来证明 那除了华硕之外 当然另外一档是谁 就技嘉嘛 技嘉 技嘉 去年我们做过一波了 技术面 我在 一样 我在礼拜三 买华硕买技嘉 都同一天 这个我都跟你讲过了 技嘉2376 技嘉还没涨出去啊 你讲完它有涨 没错啊 但是都在这里也涨不多 还没涨出去才好啊 你等到涨出去才追吗 如果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 是不是 会大涨的 我告诉你们这个高点会过一定过 它打了这里 这里你把它当做打底就对了 这个打完底之后 这个高点就根本就不是目标 那个叫小菜 后面会涨到哪里 你跟上我就对了 那当然 如果是新朋友的话 我说过了 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 让你有优先权 那这个优先权 我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活动 免费 免费 其实坦白讲 我不喜欢免费这两个字 因为诈骗集团都是免费的 但是当然我们这个活动是免费 让你参与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的话是明天 明天正式开放 现在加LINE 小老鼠ICH899 就拥有优先的报名权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直接进入第二个主题 金门大跳电重电 你该选哪一档 台湾缺电很严重 我们去看 今年 你从5月到6月份 一个月就有10起跳电的事件 松山机场跳电1000户 桃圆机场短暂跳电 苗栗通宵电厂 苗栗台中7万户 那新一期两起3000户 那昨天怎么样 昨天金门又跳电 那河山厂又要除以 5月份到7月份已经多起跳电 台湾缺电倒不缺缺不缺电 缺电啦 缺电 AI AI 要有用的电将来会缺更凶 那接下来河山厂又要除以 对不对 你又不要核电 那当然怎么样 你就要想办法去建制电厂 想办法建制电厂 那当然跟重电有关系 或者其他的人员 比如说风电的升危 之前我就跟各位讲过了 升危这个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叫做也是底部形态完成 这个叫仙人挤的路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 升危也创新高啦 我们今天把停利价往上移动 你跟我做股票你都不用担心 你去看我的股票 是不是跟你讲会创新高 都创新高 有没有 那升危是6月份开始涨的啊 有没有机会 有啊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没有机会 你现在要选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给你的投资组合 可以要么创新高 要么涨0板 你要做的是这种布局 再来怎么样 再来就是重电 那重电来讲 我说过了我看好市电嘛 对不对 那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市电的形态什么 我说时间前你进入尾声 这也不是高点 这个短线底部 这也没破坏掉啊 那你会觉得说 好 我们看一下重电类股 你会觉得说 老师今天涨0板啊 你为什么不讲中兴电 那为什么不买中兴电呢 没有买中兴电 又没有买中兴电 就是看好市电 因为市电的题材 比中兴电还多 这是第一个 这个后面时间会证明一些 第二个我要告诉各位的 台湾如果不缺电的话 中兴电会涨停吗 那再来我们再讲一个道理 华城是不是领先去创高点 对不对 华城领先创高点 接下来你看到什么 你今天看到是中兴电创高点 对不对 那再来如果华城之后 中兴电 中兴电之后就是市电嘛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中兴电在这里也整理啊 现在市电在这里不是整理吗 那你要等到涨上去 才去追涨0牌 还是跟我一样在这里事先布局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吗 是不是 所以今年的机会很多 你千万不要怕跑不到机位 你也不用担心 大盘会不会回党的 你多余的 大盘真的回党 台积电就有好买点嘛 有好怕吗 有什么好怕的 那大盘不回党怎么办 赶快去布局啊 行情不是年年有的啊 今年特别多 再提醒大家一次 这个今天首次办满免费的一个活动 明年开始正式开放 那这个今天加赖小老鼠 这首ICS有忧心权 下个阶段回来我跟你讲 底部的形态的机会还有 我跟你预告的 今天的涨停 涨停哪一档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 这个时间真的很快 时间不多 赶快把握 真的赶快行动 好我们直接看主题 这个每次获利三成 五成 你一百万变十亿 这是要互利滚利 我输过三百万 每个月赚三成 一年后六千九 再差两个月赚三成 也有一千四 那你自己去看 那怎么去挖掘 这种三成以上的股票 底部形态 底部形态 你跟着我 我挑给你 鸿海三月份挑给你 当时在一百一十块 那当时我输过了 怎么看 这次是大行情 这都三月份的时候二百一 现在都不止的 那我们卖在哪里我也讲 那没关系啊 你说少赚吗 没有 没有还有振威嘛 对不对 振威我也讲过 振威是五月份嘛 对不对 复制鸿海三月份的涨市 这个我都怎么做怎么讲 我们简单浏览过就好了 到现在这里就 卖一半这里买回来 都超过七十%了 去年六月份的市 上个月的市 对不对 这也是底部形态啊 我们还不是追的 都是拉回买 新朋友买 八十% 这个都是你有机会跟上的啊 盛阳半导体也是上个月的市啊 六月十三号啊 这停利价设得很好 今天又涨停了 这是今天我们的涨停版的股票 这个都是上个月的市 到现在不到一个月 七十% 有没有钱赚 深阳半导体 再来什么 这个同一天的滑井店 都底部形态 这个都我挖给你 还没涨出去喔 不是涨出去 我们是在这里还没涨买的喔 168块 你自己去看啦 昨天涨停版 今天创新高啦 我也不想讲了 今天没创新高 有啦 一点点啦 不重要我是带你买在这里 时机很重要 你如果没有在对的时机 后面都很难出手 有没有同样的时机 有 所以我说啊 为什么 很多人去参加其他老师来跟着我 他觉得说 老师我跟你做补票 我真的很安心 为什么 因为我都在对的时间点 带他们进场 而且我们是转波段 不是转短线 你看我们波段 30% 50% 七成一倍 太容易了 今年有这样的机会 让你去实现财富自由 你不跟 好好的去把握 你不用管大盘了 来 再来看这一档 我没有跟你讲过 7月3号 才几天 上礼拜的事 我说底部形态 完成本一比不到13倍的AI概念股 这一档股票 同一档 这档是男子店 这是半年线 半年线 来 看一下男子店 今天涨停 来 他去年赚4块6 去年 我跟你讲的时候股价五十几块 我是不是跟你讲本一比不到13倍 我有没有骗你 没有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的题材 这个基本面 时间不够啦 有时间再来讲 我们放到那个 放到那个什么 放到LINE的主页 你慢慢看啦 慢慢看 技术面来 7月1号我买了 我们买的时候我跟你讲怎么样 我7月3号跟你讲回撤完成 那你自己去看 这个叫ABC的回撤 我买完之后跟你讲回撤完成了 今天涨0版 我说相信我 好事真的会发生 所以接下来还有同样的机会 我帮你挑好了 不用问不用怀疑 跟着做就对了 相信我好事就会发生 事业关系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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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